他是抗美援朝一等功臣 一人杀敌165人 可却因为一封信 瞬间成了人人喊打的土匪之流 一度被判处死刑 2019年9月 湖南张家界的一家医院里 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入党仪式 在工作人员的见证下 89岁高龄的老人举起右手 对着面前的党旗庄严宣誓 高龄入党 这在新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然而更让人惊讶的是 这位老人竟然是一位70年前 在朝鲜战场上立下大功的英雄 百度搜索抗美援朝 了解更多英雄事迹 在这点个三连 咱们接着往下讲 1948年 一伙土匪闯入湖南张家界的一个村子里 不仅在村子里打砸抢烧 还掳走了村子里的青年小伙 逼迫他们上山入伍 蚕食地方政权 面对持有枪支的土匪 村子里的青年们丝毫不敢反抗 为了求生 他们不得已加入了土匪队伍 跟着土匪们一起烧杀抢掠 虽然生命安全有了保障 但朝不保夕的生活 仍然让青年们十分不安 在土匪队伍里熟悉了一段时间后 察觉到土匪内部管理松散的他们 很快就制定了一个逃跑计划 金真彪就是被土匪掳获的青年之一 趁着土匪下山干活 金真彪和其他的几个青年借机逃跑 这才摆脱了当土匪的生活 本以为终于脱离魔爪 但金真彪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们逃跑后不久 解放军38军便攻入湘西 不仅大评论匪患 还开启了追捕落单土匪的后续工作 因为消息闭塞 只有三天匪林的金真彪也被村民们误认为是土匪 押送进了监狱中 正当金真彪有口难言时 一个意外的消息又再度来临 关押他们的将军表示 朝鲜爆发战争急需解放军援助 有自愿打仗的可以向他报名 为了争取自由 金真彪报名入伍 成为了抗美援朝前线的一名普通的单驾兵 虽然没有战斗的经验 但凭借自身的胆识与身手 金真彪很快引起了部队长官的注意 从单驾兵升为台长 也正是这段时间 金真彪对共产党有了全新的认识 而他也成为了一名格格的共产党战士 1953年在照常执行战斗命令时 金真彪所在的部队遭遇到敌人猛烈的攻击 在英勇击杀165个敌人后 金真彪被子弹击中失去了意识 等到他清醒过来时 才发现自己已经被燃烧弹包围 在求生欲的驱使下 金真彪幸运的爬到一处深沟 这一才勉强保住了性命 被转送到国内医院治疗 靠美援朝胜利后 不目名利的金真彪并没有接受政府的褒奖 而是回到了村子里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可就在他回到村子后不久 一纸逮捕令又送到了金真彪的手中 当地领导表示 金真彪匪性难改 应该被处于死刑 原来因为杜恨金真彪取得的成就 村里的一个读书人偷偷给政府写了一封信 不仅在信中隐瞒了金真彪的抗战事实 还倒打一耙 污蔑金真彪是土匪 还曾对村民施以暴行 在对方言之凿凿的政府面前 任凭金真彪怎么解释 当对领导也不相信 眼前这个没有任何证据的年轻人 就是靠美援朝一等功臣 眼看自己即将被判处死刑 金真彪无奈之下再次逃跑 在深山老林中躲过了政府的追捕 直到七十年代末 金真彪才在战友的帮助下 证明了自己的身份 虽然侥幸逃过死刑 但因此被剥夺的党籍 仍旧是金真彪心中的一大遗憾 2019年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 已经89岁高龄的金真彪再度入党 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个心愿 为祖国付出全部 却仍得不到承认 这无疑是残忍的 但对于金真彪来说 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洗清冤屈 这样就已经足够让他欣慰 这样的人民英雄 值得我们去尊敬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评论 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